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尽情燃烧的感觉 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随即成立了一支乐队 报名了音乐大赛 却意外因服役通知书而中断 再次回归的她已经成长了将近一米九的大高个 散发出浓郁的费洛蒙 迷倒了不少个女孩 在酒吧住场期间 常常周旋于不同的女人之间 偶尔也会有一夜行 那段荒唐的日子 连苏建信自己回想起来 都说比后宫甄嬛传还乱 最爱以幽默口吻调侃明星艺人的台媒 更是毫不吝啬地给了她一个千人斩的称号 那时的她花心还爱喝酒 专人的钱根本不够用 于是攒了一笔钱做生意 可却因为朋友们太捧场 而导致火锅店亏本到破产 来的都是熟人 经常忘记结账就走人 她也不好意思追要 一来二去 干脆关门大吉 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跑去跟朋友一起住铁皮屋 交通工具变成了两条腿 树倒湖存散 原本围绕在身边的阴阴艳艳 也开始接受不了跟着她吃苦而纷纷离开 而在这时 苏建信遇见了她的第一段恋情 张玉皇 据说连人是在酒吧认识的 张玉皇是酒吧老板的女儿 而苏建信在出道前是酒吧助唱的 然而因此相识 之后便坠入爱河 但分主之后才发现女方意外怀孕了 当时他们不想要这个孩子 是苏建信的母亲坚持 才生下了女儿小丸子 只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孩子成家 而是为了自己的事业 选择隐瞒她的存在 孩子归幸福样 张玉皇每个月拿钱回去 直到2003年小丸子被媒体爆出 大家才知道原来她还有个孩子 果然像苏建信这样放浪不及爱自由的男人 没有什么可以拴住她 包括孩子 2002年有狗仔拍到苏建信与女友同居的照片 这个时候她已经换女友了 新女友叫陈薇 不过脸儿没过多久便分手了 后来陈薇在综艺今晚谁当家中说 跟苏建信分手之后自己状态很不好 以至于患上了抑郁症 需要靠药物治疗 看来对前人感情非常深 但这并不影响苏建信恋爱的步伐 令人意外的是 苏建信这样一个浪子 却在一个女人身上浪费17年的时间 就在小丸子被爆出来的那一年 苏建信遇到了另一个薇薇 23岁的薇薇 薇薇是个很温柔的人 刚好对上了苏建信的坏脾气 苏建信在采访中说 即使苏建信回家有工作情绪 恋人也不会争吵 反而是薇薇会主动安慰苏建信 在薇薇眼中 好像没什么事是值得生气的 因此 在两人慢慢相处之后 苏建信的性情也变得越来越好 不过两人能在一起那么久 更重要的原因是 小丸子认可薇薇 据说 之前苏建信找女朋友 都是带回家给小丸子看 不行就分手 而薇薇与小丸子相处得极好 跟亲姐妹一样 甚至在小丸子生病的时候 薇薇不眠不休地照顾了她一宿 两人之前的感情非常深厚 2012年 有媒体爆料 苏建信在为女友薇薇轻生的过程中 突然向其求婚 两人恋爱多年 传来好事将近的消息 粉丝也是纷纷表示祝福 只可惜 后来苏建信公司负责人出来辟谣 说这是虚假消息 不过虽然上次是假的 但后来那次是真的 求婚那天 苏建信故意耿微微吵了一天的架 让朋友们轮流带她出去玩 在晚上的时候 用她最喜欢的歌曲 在她最喜欢的场景里 正式求婚 这个曾经说过 绝不再去绝不再生的男人 是真的想要结婚了 求婚之后 两人感情好得很 到处旅游 苏建信也是在各种社交平台上 秀女友 甚至有传言说 苏建信有价值三亿台币的房产 都在微微名下 虽然苏建信早就求婚成功 但两人一直没有结婚 后来便频频传出婚变的消息 2018年有媒体爆料 苏建信与微微感情生变 因为苏建信在微微的手机里 看到了她与别的男人 发的暧昧短信 不过苏建信马上辟谣 发文称 这都什么新闻啊 我们一直很好 并附上亲密合照一张 断了传言 只可惜 在2020年12月26日 经过经纪人证实 苏建信与微微 已经分手八个月 微微表示 在一起久了 回到亲人关系 比做情侣要好 苏建信则调侃地说 我就是浪子啊 令人疑惑的是 明明两人不久前 才共同出席了 安影轩女儿的满月宴 合照上的两人 看起来也是十分恩爱 这分手也太突然了 17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 无命无分 确实有些令人遗憾 话说回来 在跟微微恋爱的17年里 这位浪子的绯闻 可一点都没少 台湾女艺人 李严谨就是其中一位 李严谨在康熙来了中坦言 自己曾经外牺牲所有 武当小三 还因为分手扶药自杀 为了帮男友 借了200多万 当时她的广告费 没有那么多 因此 当一个广告商来找她时 急需用钱的李严谨 便接了这个 有些暴露的拍摄 结果 男友因此大发雷霆 还对李严谨 进行了家暴 大家纷纷把目光 投向了苏建信 毕竟 两人2007年7月 被拍到过牵手照片 而李严谨 虽然没说对方姓名 却提到了对方没有手机 一下子就锁定了她 于是 媒体开始大肆报道 李严谨物当小三 为李建信 签下巨款 男方却并未还钱给她 眼看消息越传越离谱 苏建信赶快出来发声 承认自己跟李严谨 在一起过一个月 不过 她强调说 自己当时跟薇薇分手了 是单身的状态 并且 俩人相处得很愉快 是和平分手 否认 借钱 家暴等事情 李严谨则表示 她说的家暴 不是这位男友 希望媒体 不要随便对号入座 不过微微打电话给她 说自己从没跟苏建信 分过手 所以 浪子 这是又劈腿了 除此之外 苏建信还和香港著名女艺人 关芝林 传过绯闻 有媒体爆料 关芝林与苏建信 在卡拉OK 厕所 逗留了二十多分钟 还传来振振嬉笑 而且 然在唱歌的时候 也一直是 轻轻我误 关芝林跟黄家诺 分手之后 一直绯闻不断 绯闻缠身的美女 加上绯闻缠身的浪子 这对姐弟恋 迅速勾起了大家 八卦的欲望 不过这段恋情 很快就被苏建信的同事 被批谣了 说关芝林 与苏建信 只是好朋友 厕所那段 传得太夸张了 只是关芝林喝醉了 苏建信 在厕所外面等她 关芝林对此 也是以笑致直说 见怪不怪 想来 绯闻缠身的二人 也不在乎 多这一条 少这一条吧 对于女友 苏建信是感情上的浪子 而对于女儿 她也是个失职的父亲 小丸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苏建信和张玉皇 都处于事业低谷 张玉皇曾一度 想把孩子送走 最后 是苏建信的母亲 把小丸子 带回去养大 在综艺上 小丸子坦言 自己被母亲弃养 和父亲也并不熟 说自己的存在 是一个意外 想来 苏建信 在她的成长之路上 缺席了太多 苏建信 曾经怕影响自己的事业 不敢承认有女儿 开演唱会的时候 小丸子 只能被奶奶 带着站在很远的地方看 隔着人群挥手 而长大后的小丸子 宁愿跟其他嘉宾交流 也不愿跟自己的父亲说话 父亲叫她 就躲开 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 苏建信 只能学土拨书教 苏建信在节目中说 因为小丸子 她才走上正途 才从以前荒唐的人生中 渐渐好起来 从小丸子给苏建信的回信来看 她也成长为了一个 很听话懂事的孩子 如今孩子都大了 苏建信 您还是多珍惜父女时光吧 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